迫天灭地般的恐怖能量 依旧还在天阙镜当中疯狂地呼啸着 自从两界通道建立了之后 悟空除却一些必要的事情需要处理以外 他一直都在这天阙镜的试炼空间当中持续地战斗着 而这个战斗的对象就是他自己 好家伙 五千多年了 怎么猴哥还没有分出胜负来啊 哪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啊 要知道老大他对战的可是他自己的镜像 境界实力一样 连招式都一样 说来也是习惯 若是换成其他人的话 达到最后肯定会和景象同归于尽的 大不了再重新来过就是了 但是悟空却没有这样做 不仅如此 难道你们没有发现这么多年过去了 悟空兄弟的境界一点都没有长进吗 依旧还是混沌至尊纪王的地步 听到此话 在场所有人的心中顿时就疑惑不已 因为距离三界的兄弟姐妹 飞升到这元界已经过去了这么长的时间了 大家的实力都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可是现在的悟空却还是在原地踏步 也不知道他的心里面到底在想些什么 嘿嘿 你们这就不懂了吧 老大这叫做以战养战 因为他是混沌战体 而且境界这东西算得鸟什么 若是他想突破的话 现在立马就能提升到界地的实力 说的也是 猴哥这个人就不能以常理来形容 不过接下来 就看看他用什么样的办法战胜他的镜像了吧 而就在此时的悟空这里 他的心中也是同样疑惑不已 因为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 他用尽了所有的办法 却还是没能战胜得了对方 特喵的 这家伙可真是麻烦 俺老孙我怎么也打不过 嘿嘿 老大 要不你自爆算了 这样就能打过他了 而且这里是试炼秘境 你不会真的陨落的 不 不行 这样也只能算是打成了一个平手而已 俺老孙我必须找到更强的力量才行 所以我想问问你们 什么是最强的力量 最强的力量 抱歉了 恐怕没有 怎么会没有 韩古大哥 咱们的混沌原力 不就是等级最强的修炼力量吗 最强的力量吗 是也不是 因为悟空你要明白 最强的应该是我们自己才对 因为我们才是使用这些力量的载体 不然的话 让它是给予你再多的最强力量 也无济于事 没错 悟空 你仔细想想 你现在所有的力量 都不是凭空而来的 都是通过你自己的努力才得到的 而现在你寻找的 不应该是最强的力量 而是应该寻找一种新的力量 融出到自己的体内 一语落下 悟空的心中顿时就惊骇不已 因为他发现自己竟然魔障了 就比如境界和法宝一样 没有最强 只有更强 哎 要不都说在修炼的时候 能有一个前辈指点一下是最好的事情 现在俺老孙我算是深刻的体会到了 不过我现在也没有时间去寻找新的力量 只能靠你们了 心念一动 一股狂暴的生死之力 顿时就在悟空的身后浮现而出 因为他要将这股生死之力 混沌原力相融合 形成一种不弱于后者的全新力量 混沌生死诀 八光焚天手 天地震荡 火海蔓延 一丝丝恐怖的能量波动 依旧还在天地之间四处游荡 此次对决 直接就将骆白等人给打离了战场上万里的距离 不过就在此时悟空的正前方 属于他自身的镜像已经彻底的消失不见 终于搞定了 可累死我你老孙我了 紧接着 天地之间的灵气开始向着悟空体内疯狂的灌注而去 慢慢地形成了一个宛如太极图一般的金色光圈 这代表着他成功地将混沌原力与生死之力 给融合在了一起 好家伙 这就成功吗 那是当然了 你也不想想老大他战斗了多久 距离突破也就是临门地角而已 本想着我这么努力地突破到界王境界 就以为能赶得上猴哥了 可哪知道还是差了一个大境界啊 哈哈 小你这话说的 难道别人就要在原地踏步等着你吗 正如小石堡所说 悟空的敌人其实也一直都在快速地进步着 只见此刻的不死天妖城内 在天妖审判队的权力辅佐之下 不死天皇子的境界也早早地来到了混沌至敦界地的状态 有好 我很期待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 你那惊讶的表情 可妙的 咱们两个也真是倒霉 居然沦落到看大门的地步了 哎 没办法 谁叫飞升到这原界的最低境界 必须是准圣的门槛 而且兄弟们才飞升上来没多久 必须得去闭关提升实力才行 所以你就别抱怨了 到时没有抱怨 只是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我也想去闭关 等着吧 到时候 无极兄弟 你怎么来了 杨姐兄 我要见悟空